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在疲劳和病毒的威胁下定倒了 现在许多国家不仅急需医疗用品 在人员上也出现了紧缺 感染没有任何缓解的趋势 许多国家的医疗系统面临瘫痪的风险 有些患有其他疾病的病人因为被忽视导致死亡 上周第一轮的政府注资已经全部用完 最新的数据表明GDP今年下滑11% 专家预测在过一到两年的时间 GDP将会下滑25% 世界长期的经济衰退已成定局 世界银行还有IMF提供的贷款 资源耗尽 地方政府面临无法偿还贷款的可能性 现在由于出行的限制 国际物流网络出现了问题 导致医疗必需用品 无法及时运到需要的地方 现在有些政府对物资的垄断愈演愈烈 国际关系出现摩擦 今天我就想谈一下最近都在做的事情 我现在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把钱放在什么地方是最有效的投资 我们要把钱花在道日上 医疗的研发上 钱也缺乏资金的国家 或者制药公司和一些挣扎的政府 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 钱好像去了一些大公司的手里 缺少医疗物资还是主要问题 目前发达国家还有其他的方式去获得资金 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 他们的资金链已经断了 还有我们不能忽视交通运输 现在在整个疫情里面的重要性 然而这些产业正是受打击最严重的 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 任何一个国家或者行业出现问题 都会给整个系统带来威胁 所以我们不能看着某些政府挣扎而不去帮助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高估了 我们医疗系统的承受能力 目前我们面临的是医疗人员缺乏 医疗物资缺乏 政府之前的资金没有花到最有效的地方 所以现在导致疫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我总结一下今天报告的重点 就是我们目前处在一段非常不好的情况 缺钱 缺物资 缺人 而且我们的疫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今天是第540天 540平行宇宙的最后一天 病毒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主要的原因是物资的短缺 政府在限制人员流动上的犹豫不决 资金分配的不合理 人求物流系统的扰乱 疫苗没有得到及时的研发 有些政权还是动摇 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已经被推翻 迎接540世界的 是未来十年的经济萧条 结果是惨重的 世界上87%的人口感染痛苦 实现总体面移 最后的死亡数字是6500万 如果有机会可以重来一次 我们会做什么 是否会有不同的结果 就在两个月以后 故事中的疫情 在真实世界中重演 情节如出未知 如果这个模拟 不是现实疫情的剧本 具备所有答案的我们 因为本性的作祟 历史一次次重演 病毒的蔓延程度 对经济的冲击 自由的限制 史无前例 医疗物资短缺 测试能力落后 各大媒体 成为政治的宣传机器 言论自由 受到评厉 真相被埋没 201事件组织者 在模拟后 得出的结论是 避免灭定性的灾难 需要国际组织 和私营部门之间 前所未有的合作水平 我们呼吁 全球企业 国际组织 和国家政府的领导人 做出雄心勃勃的努力 以共同努力 被世界大规模 流行并做好准备 然而 他们所呼吁的合作 和共同努力 在现实中 只是个幻想 取而代之的 是国家之间的 猜疑和指责 2020年以前的世界 恍惚合适 当全世界 每天关注着 来染数字 和那些不幸的故事时 我们已经慢慢脱离了 理智和科学 民主 自由在灾难面前 成为了虚伪的外衣 无比强大的恐惧 代替了思考 本能取代了理智 猜疑 导致了欺骗 指责 摧毁了合作 自从我们开始 目不转睛地 经着病毒的那天起 它 住进了我们心里 成为 自我实现的预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boy 残念 感谢观看